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首相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段长 典型的段长 段长的女人一般都是很强势的 非常利于事业 创业都是非常不错 只是成也萧何,半也萧何 因为性格太过刚强 失了女人天生的优势 事业初期发展不容易 后期成就全是靠自己硬碰硬得来的 一路过来是非常的艰辛 对于婚姻来讲 强势的段长女是不解温柔 注定是夫妻不合 不能想到夫妇 这是一个另外的段长女 最好找一个稍微弱势一点的男的 那么这样的话才能够包容你 才能够允许你强势下去 我们看这个川子 这个是川子长 川子长是川子长 但是他这个手指无肉 手指无肉 手掌呢有点平薄 这个今生呢是比较少福气 川子长呢异常的深入粗壮 这个才能虽然有 事业却普通 由于你的事业线比较浅 不明不清楚 所以说这个代表你的事业运势不佳 我们再看这个 这个感情线的上下错开 走势呢是非常的不理想 智慧线的清晰深植 工作这个事业运势啊 事业线是有点歪斜比较短 那么此生的福度是不好 那么婚姻呢 苦难多多 不满不美满是必定的呢 那么工作也是比较辛苦 这个钱财比较少 主张啊 这个进一步的理财才能够行 把这个 错开的这条线变成理财文 这个是不错的 节俭度日 否则的话是容易犯金钱之苦 另外呢 健康上是需要多留意 多留意 60岁之后呢 小毛病不断 可能是大病没有 小病不断 那么另外呢 首要当中 小人文也是比较重啊 小人文充了指缝 工作和生活当中呢 有很多不如意 这个不喜欢你的人 比较多 人缘比较差 所以说 这个需要注意身边的小人 这个属于这个 比较普通的一点 一点的首相 好了 有关这个首相呢 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洋玄机 如果是有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